沙烏地阿拉伯的高層官员 在中国的斡旋下 在北京进行了长达四天的不公开会谈 于十日达成共识 宣布将会在两个月内 恢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重新开放对方的驻外大使馆和使节团进入 2016年时 沙烏地阿拉伯一恐怖分子的罪名 处死了一名什叶派的教师后 导致伊朗民众愤而前往沙国大使馆抗议 大使馆遭示威者洗劫一空 最后沙国愤而和伊朗断交 沙伊两国多年来 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四十年间中东区域的冲突中 都可以看见两国干预的痕迹 尤其是持续至今九年的夜门内战 两方都难以在其中取得优势 在近几年内 由伊朗政府赞助的青年运动叛军 经常使用无人机攻击沙国内的炼油设施 导致沙国严重的损失 因此沙国自2021开始 便一直希望能够和伊朗重回谈判桌 达成夜门战事的停火协议 对于伊沙重新建交 美国也表示乐见两国 往和平方向的发展 由于伊朗目前依然是西方国家制裁对象 加上近日沙中关系友好 这次的谈话才会在北京进行 2020年和沙国建交的以色列当局 目前还没有对这件事表达意见 但以伊伊两国的关系在近年来相当紧张 以色列很可能不会赞成以阿关系正常化 中东地区冲突化解的可能性 依然还是机会渺茫 华语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